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比原住民族基本法还早七年完成立法 而这二十一年来原教法的内容 其实经历过五次的修正 今年的五月的第五次修正 可以说是大幅的翻修 新增了不少的条文内容 我们今天就要带族人相亲跟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了解原住民族教育 未来的重大方针的最新变化 透过本节目的分析跟讨论 我们希望带大家来关心 我们原住民族教育的发展 毕竟教育是提升台湾社会 对原住民族文化认知与理解的 最佳手段之一 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教育部国教署 原住民族与少数族群 及特殊教育组的组长 蔡志明 蔡组长 主持人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 第二位是教育部综合规划师的 师长黄文玲 黄师长 主持人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 接下来是原明会教育文化处处长 刘维哲 刘处长 主持人 各位来宾 电视机的观众大家好 欢迎刘处长 接下来是一直非常关心 原住民族教育议题的 立法委员 钟嘉宾 钟委员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钟委员 再来是东华大学 法律学系 暨原住民专班副教授 目前也担任 国教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的阿维莫娜 蔡志伟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阿维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同样有开放电话 call in 和脸书的直播 call in的专线是 0227883008 0227883008 部落大小事一起来发声 也欢迎各位订阅原市 部落大小生的YouTube频道 你就可以接受到我们节目 最新的资讯 在正式讨论之前呢 我们要先请我们的 部落特派员格伦 针对这次原住民族教育法的 修法重点 以及带来的改变跟影响 做一个介绍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常说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指的就是教育是影响 深远的百年大计 对原住民族而言 建立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体制 保障原住民族的教育权 更是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 重要议题 就在今年的5月24日 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全文共45条的 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案 其中最重大的目标 就是透过原教法的修正 以及未来原住民族学校法的立法 要把原住民族在历代政权 同化政策下 被剥夺走的教育主体权 一步一步拿回来 今天原住民教育修法 三读通过 正是我们经过无数的努力 我想的未来 我会继续在推动原住民族学校法 让我们一起来建构 更完整的原住民族的教育体系 让原教法的修订能够充分整合各方意见 教育部是会同原民会 从2016年10月起 陆续召开了40多场的学者专家咨询会 宫听会论坛 跨部会以及地方政府协调会议 进行全面检讨修正 而这一次修法 也是1998年制定原教法 在相隔21年之后 完成的最亲一次的大翻修 可以说是对原住民族教育的永续发展 立下了新的里程碑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一次原教法修正到底有哪些重要的面向 第一原住民族教育对象将从原住民族学生 扩大到全体的师生 甚至是所有的国民 目的就是营造一个对族群友善的学习 公务以及社会环境 我们看到第二点 完备的行政支持系统 不仅教育与原住民族行政机关 之间的紧密合作 全责更是明确化了 相关的预算也会逐年成长 第三点我们看到 促进原住民族参与 各组跟各部落将有机会来参与教育规划的权利 让族人可以投入教材的选编 还有落实原住民族主体性的尊重 第四点我们看到 在强化师资培育的部分 是这次修法的最大突破 也就是未来民族教育师资的培育 将增加民族教育专长的教师证书 公务费生的足语能力 也定定了要求门槛 第五点在民族教育的深化上 鼓励民族实验教育 推动原住民族知识体系的研究建构 也揭示了由原民会规划订定 原住民族学校的这个专法 我们不能想象这一次原教法的修订内容 替未来的台湾教育多元化跟本土化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不过原住民族教育的主体性 以及转型争议的推动真的因此就有翻转 落实的机会吗 我们把时间专案给现场主持人达雅 跟各位来宾 继续一起来讨论这个议题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也谢谢格伦的说明 那我首先要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我们一个好消息 波罗大小生你call in我送书的年度活动 第三阶段在今天展开 那么我们欢迎大家call in进来 分享对于议题讨论的看法 只要你call in进来 我们就会送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三本好书 包括援运三十周年的回顾与前瞻一本 还有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学报两本 您现在就可以准备打电话进来了 今天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首先要来请教一下我们教育部的同仁们 就是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族人乡亲们 这一次的修法到底修了什么 那跟过去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先请师长来跟我们做一下说明 是 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原教法它是在民国87年订定的 在这将近21年来大概只修了四次 那只有在102年是做193年做全条纹的修正 那其他的就修一条到两条的条纹 那所以在从全条纹修正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15年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我们发现说 我们整体的原教经费 虽然已经从1.0提高到1.2甚至到1.9 但是在整个经费的需求上 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更加的增加 第二个就是说 对于整个的实验教育这几年的新办 所以大家更期待能够有一个更完整的 一个原住民族的教育体系 那当然在蔡总统在他的政经里面 也很明白的宣誓说 我们要全面的修正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希望能够打造一个 实用完整的原住民族的教育的体系 所以教育部在105年10月开始 我们就委托东华大学团队启动 整个修法的一个工作 那在这两年多的修法的工作里面 我们办了40几场的一个工厅会论坛 还包括我们在座的中委员这边 我们办了5场的这样的原住民族论坛 我们收集到非常非常多的意见 那事实上我们今这次出来的这个版本 其实也是把大部分 我必须讲大部分绝大部分 工厅会跟论坛的意见 都已经含纳在这次修法的一个重点里面 那程如刚刚片头所讲的 我们这次修法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扩大原住民 一个很大的重点之一 就是我们扩大到原住民族的一个 实施的对象 过去我们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的实施对象 只针对原住民的学生 但是这次我们不但扩大到 所有的各级学校 各级各类学校的老师师生 教职员工以外 我们甚至对公营事业 还有说政府捐赠百分之 这50以上的这样的产能法人 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多元文化的一个教育的实施 所以意思说不是只有原住民 要接受这样的教育的内容 就是所有的全体的国民都要 是 我想这次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提到的 我们希望能够完备整个我们的行政体系 那在主改以后 102年主改以后 其实在教育部 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个专责的 这个原住民族的教育科 或者在我们的教育部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国教署 但是在地方目前是还没有一些专责的单位 所以各界都很期待说 那在地方政府 未来是不是也能够有个专责单位 统合教育局跟原民局处的这样一个单位 来推动原住民族教育 所以在整个的中央跟地方体系 我们也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规划 同时我们也强化中央横向的联系 跟中央与地方纵向的一个合作 这个部分在这次的法案里面 都有做一个相关的一些规范 那第三个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原住民族 有更多的一个参与 那除了在中央的我们的 中央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会 跟一个地方的原住民族审议会 都要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原住民族代表参与以外 我们在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个实验教育 或者是一些课程的实施 或者是教材的选编 或者是一些部落社区大学 社区教育的新办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原住民族 能够主体性能够去彰显 所以就说我们在很多的条文里面 就甄列了让部落跟原住民族 参与的一个这样的机制 那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对 在以前并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些规范 那这也都是在这次新增的部分 那第四个也其实也是刚刚在提到 这次其实最大最大的重点 就是私资 民族教育私资这个管道的启动 那这个部分是在我们的公厅会里面 跟论坛里面很多的一个地方的教育界老师 家长都很希望的 希望能够启动民族教育私资的培育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会跟民族规定 我们会跟原文会去合作 共同来培育民族教育私资 同时大家都很关心说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公费私资 那为了让公费私资 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我们增加了他 能够提高他的主语能力 那也能够 他能够未来能够 他跟分发的学校 跟能够他的一个主语专长 能够去结合 这个是我们现在碰到的困境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修法 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目前的原住民的教育的公费生 他是不需要有语言上面的要求 现在要 现在是毕业的时候 他需要有主语中级考试 那未来我们提高到说 他参加真试就要中级 但毕业之前他要取得中高级 要求更高了 他就是希望这些公费生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主语能力 能够提高 我想这也是参考大家的意见 我们在这次里面把它放进去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深化民族教育 我想民族 大家都很关心 原住民族的整个的 知识体系的建制 我们在这次在修法里面 就名列订定 需要原民会来邀请教育部 科技部跟文化单位 共同来订定原住民族 知识体系的五年计划 那这个五年计划 也会在我们跨部会会议 来做一些讨论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相关的 这样子的 未来原民会也会订定 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 在这次原住民族学校法的法源 在这次的修法里面 又把它放进去 是 非常谢谢市长的说明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要跟观众朋友们 来解释这个修法之后的 这些改变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 这个最新的 这些政策的讯息 让族人朋友们能够了解 那我等一下还想要 再请教一下族长 一些关于这个民族教育 专长的认定等等的问题 不过我想要先请教一下 我们刘处长 就是说从原民会的角度 第一个刚才在那个片段里面 有提到就是说 他让原民会跟教育部的分工 更明确 所以他所谓的分工是什么 那可不可以跟族人朋友 说明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修法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 克服或者是解决 过去哪一些 我们原住民族教育上面 遇到的问题 因为这次修法 能够得到改善 是不是请处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 谢谢主持人 首先我必须说 这原教法修正 这次修正 它可以反映出 这次修正是反映到 一个时代的需求 一方面他有落实总统的政见 比方说在第二条里面规定说 原住民教育应该优先考量 原住民的历史争议跟转型争议 我觉得说这个是有落实的 那第二个呢 其实在第二个呢 原教法它内容里面 它反映到应该尊重民族意愿 也就是说 比如说在第十条里面规定说 原住民众统学校合并或停办 必须证得当地原住民的同意 那再来呢 它原教法 它还去配合着 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了 它新增一些规定 比方说 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说 在十二年国教 它必须提供 原住民语文课程 所以在原教法里面 也这样规定说 高中应该开始这样的课程 以及说类似刚刚讲的 有关公费十字培育招生部分的征选 它必须取得语言认证 所以纵观而言的话 这次修法除了上次几个特点之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 还有两个比较重大的突破 就是说一方面 它开办部分的实验教育 所以让都市地区原住民 有接受民族教育的机会 第二个呢 它新增足以失资的多元管道 那未来我们也会落实 失资培育的工作 那诚如就像主席刚刚 主持人刚刚讲的时候 未来的分工部分 我们很重要的留包括三点 第一个呢 是我们要做 未来做建构原住民知识体系 这原住民知识体系 未来会作为原住民教育 教育失资课程 发展它的基础 那第二个呢 我们会在以这个 结果知识体系之后呢 我们要订定 原民族教育的课程内容 这个部分我们也需要的负责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是为了实施民族教育 文化引人教学 有关于原住民祈祷 或相关专长 那资源教学 它的认证办法 也由原民会来订定之 是 所以那个 民族知识的 原住民族知识的这个内涵 然后它的课程 刚才讲到说 那个师资的认定等等 比较从原住民族 本位的思考的这个部分 就要透过原民会来做 我想请教一下中委员 我知道中委员 您也担任过 屏东县的副县长 然后屏东县的原住民族教育 也做得非常的 走在很多地方的前面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 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修法 从立法部门的角度 您看到有什么样的进步 那您看 从您的理念来看 它有什么价值 其实刚刚从教育部跟原民会 我们可以看到 原教法实施20年来 行政机关他们做了许多 但是这次的修法不可未言的 它是一个完整的大翻修 也就是说立法部门 在经历的这20年的实践之后 我们找出了未来 应该做的新的方向 因此透过立法的方式与规范 并且强制刻意行政机关 它的责任 要它负责去推动 那我这样讲好了 其实我这里准备了这个 就是因为我过去 其实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 为什么是在1998年制定 历史的脉络就是 因为1997年 我们中华民国征纽条文 宪法征纽条文 第十条通过了 第十条里面明文的规定 它就是要保障 原住民的教育文化 要促进之 所以在那个之后 1998年定了原住民族教育法 它有哪些呢 首先它是一个特别法的概念 是原住民族的老师 在特定的原住民族的地区的学校 去教导原住民族的学生 而且用特定的经费 所以这个东西 是原住民族教育法当中 是个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看一下 过去的学生只是针对原住民 老师希望具有原住民的血统 地区在非原乡 有原住民族教育班 原住民族重点学校 原乡要有原住民族学校 好了问题来了 经过20年的实施 只有原住民族重点学校 有没有跑出原住民族学校呢 没有 来我们看教育事项 教育事项它分成 一般教育跟民族教育 教育事项当中要课程跟教材 但是一般教育 就是跟一般国民教育一样 教育部本来就只是 原民会本来要推动的 特定的民族教育呢 却比较弱 所以呢我这里就不会这样说 所以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因此在去年的时候啊 小英总统是在19 2016年的时候上台之后就宣誓 要推动原住民族教育法的大修 但是其中有一个大线 就是说原住民族教育法 在我地方这么的层级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原住民学统的老师 在原住民族学校比例不够 因为它规定在102年后的5年内 也就是107年 就是2018年 要完完全全落实 那的确我们在2016年 可以看到在2018年 要达到这个是有困难的 所以呢不只是总统要推动 限于当年的修法的部分 他要推动好了所以呢于是呢 在去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我是担任 教育文化委员的召集委员 也跟后来的召集委员 高建委员我联合推动 原住民教育论坛 那时候呢我们大概开了好几场 开了五场 其中呢大概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所有的共识之一就是 原住民族教育 应该要教导原住民学生 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不只是要包含在学前教育 而且呢目的是要有学统 跟族语和文化资本 那么在这个之下呢我们他发现了呢 第二个我们不再是只有强调族语而已 不只要传承文化 还要试图去建构原住民的知识体系 而且呢从原住民级的学生 扩展到非原住民 不只是小学生要学 老师也要学 不只在原乡在非原乡要推动 不只本国外国要推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发现 我们的课程内容呢 就要以原住民族本位的方式来推动 所以课程跟教材大概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共识之四 首先对原住民老师 我们是不只是有原住民级 还要有原住民级 来源不只正式教师 还有族语教师 还有其老 培训不只要在地培训 还要有独立的学制 还要能文化资本 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会族语 不是不等于懂文化 那么族语认证不应该只是为了加分 不应该说跳舞呢 只是为了谈比赛 所以呢最重要的原住民的这个师生缘儿呢 要做一个补充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发现后来我们要把行政院版拿来 重新制定之后呢 我们就重新 原住民族教就有个档大的改变 在1998年的时候 原住民族教育只是针对原住民学生 施以一般教育跟民族教育 但是这个民族教育部分一直没有长起来 还是多数的原住民学生都只要一般教育 但是到2018年的时候 我们是针对全体的对象 分别是以特定内涵 换言之在国民教育国民学校当中 非原生他对原住民族文化有完整的认识 老师也一样 但是原住民学生呢 他应该更有接收到完整的民族教育的 这样的内容 因此呢在那种前提之下呢 我们就会发现呢 整个那个民族教育的内涵 就必须大大的充实 所以我这边呢要提出这次修法的重点 可能跟刚刚行政部门的认知上呢 我做些些许的差异 首先第五条规定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就是原民会 他是为主体的 他是会商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 要去建构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 在第二十九条 他规定各级政府对于学前教育 及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的内涵 应该要提供所有的学生 去学习原住民族的语言 历史 科学及文化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全体的国民 只要是国营政府机关跟共营事业 他都必须要实施原住民族 及多元文化的教育相关课程 并鼓励员工参加 换言之在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当中 他很清楚地彰显出 原住民族的知识本位 要建构这样的体系 而且呢不是只有原住民族学生要学 老师要学 一般生要学 连国民都要应该充实 对原住民文化科学 所有的内涵的认知 所以说你可以发现 这一部原住民族教育法 不太谈教育而已 它在谈整个台湾 因为是族群多元 我们对于原住民族 在这块土地上 生长的每一个人 都要有机会去认知 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文化 那这就是原住民族教育法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除了刚刚几个特色之外呢 我们后续还预留了 原住民族学校法 那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 就是希望未来原住民族 能够掌握 就是刚刚我们特派员所说的 能够掌握自己族群教育的自主权 而不再是以现阶段 以华人 他们还说我们是汉人嘛 汉人的华人文化 是现在我们国民教育的主流 但是毕竟台湾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 我们应该让每个民族 都能够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下 独立地长出自己的教育主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后续在原住民族学校法 要继续去加强的 后面还要再继续努力的地方 我想请教一下阿威 因为刚才委员也有提到 就是说在旧法的版本的第25条里面 就是委员刚才提的 就是说他有规定说 在这个原住民族中小学 原住民教育班 或原住民重点学校里面的教师 他必须要 这个有原住民身份的教师 比例要占三分之一或以上 那而且他要在107年完成 那是因为没有办法达成 所以要修法 所以我很快问一个问题 那意思是说修法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拿掉了吗 那修法之后 我们就不去做这样的条件的要求了吗 还是说怎么样要去做到 我想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说 现实上我们老师的原额 其实是应该有一定的 固定的这个原额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一定要有人退休才会有缺 要不然你就要创造学生 如果增加 他就会有这个班级数的需求 才有可能扩编老师 那在这种条件都不存在的情况底下 那其实在过去 我们一直都有许许多多的原住民的学生 进入到这个师培里面去 希望能够当老师 但是缺不够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去达成 再加上老师的就业保障 其实相当程度的会决定了他的就业的选择 所以我今天工费生培育出来了 我到原乡服务 但是我年线到了 我可能会选择留下 或者选择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他的那个流动性 其实是相当显著的 所以这个条文本身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 相当程度的一个提醒跟鼓励 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甚至是原住民族社会 我们在投入到原住民族学校的这样的一种 原住民族教育办理的过程当中 这个老师的这个认同度或者是这个整个学校的支持度 应该要相当程度的去改变 所以当时定这个法 其实行政法规 其实特别是有关于教育行政 你要去订定出一个法则 其实不太容易 所以你很难说 你学校达不到 我就扣你的钱 或者说你学校达不到 我这个校长的考级就给你什么什么 其实这个没有必然的关联性 所以既然时间到了达不到 那其实我们应该要想的是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让它完成 那现阶段来讲 我们在34条里面看到的是 我们把它延长10年 就希望在这个10年之内 去找到其他的政策工具 或者是引导的方式 让我们所期待的原乡里面的老师 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比率 能够尽可能去达到 我们所期待的一个状况 对 好 非常谢谢阿威 那我想要接下来问一下组长 刚才阿威有提到就是说 那我们把这个时间把它延长 用一种缓进的方式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要去搭配其他的政策的手段 来努力来增加这个原住民的失支等等 那这个部分有什么样更具体 或是细致的做法吗 好的 我想在失支的这个部分 当然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公费生的这个问题 能够来提供 再来就是对于入考试 老师的征选考试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分组的概念 尤其是在国高中的分科分组 那分组就是有一般的原民 文籍的跟一般籍 一般生的来做分组 我相信这两个方向也是可以提升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让原住民主义老师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来进到我们的教育的现场 是 所以是有一些做法的 阿威我想再接着问 因为你也是家长嘛 所以就是说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族人 乡亲朋友来说 作为你可能是家长 甚至你是老师 或者是你是这个 原住民地区的校长 这个到底这个法通过之后 这对我们的影响会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用这种 从家长老师的角度 来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我觉得刚刚几位 不管是教育部 或者是原民会 政治我们中委员 大概都提了很多 跟这个法的一些调整 一些一个转变的影响 那我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 我觉得大家应该 特别去关注到 这个本法的第一条 因为原住民地区教育法 其实实际上在旧法的时候 其实它保障的 它名文是写说 保障原住民的民族教育权利 希望能够促进原住民的 民族教育文化 因此它那个头非常的大 可是呢 在经过这十几年的一个推动 头重脚轻 因为所有的内容都在谈 一般教育没有民族教育 因此我们在正式的修法里面 第一条 特别把那个文字修正 直接写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权利 因此它会涵盖 一般教育跟民族教育 也就是我们把这部法律的目标跟目的 把它非常具体的明确化 也因此能够发展出 刚刚几位所提到的那个扩大 扩大对象 深化的这个部分等等 这样一个想法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 都会怀疑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中央立法 地方要执行 有时候每个地方现实际 都有它各自的考量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期待地方政府真的能够按照中央的立法 去达到我们的要求 其实过去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诱因 那但是在这次的修法里面 其实我们会看到不管是这个第七条 或者是这个第九条的部分 也就是第七条中央部会有 就共同召开教证会 去讨论原住民族教育发展计划 在第九条的部分 就给了地方政府一个诱因 它可以按照中央所颁布的 原住民族教育发展计划 能够去按照它自己的需求 订定教育方案 也就相当程度的去引导了地方政府说 我愿意或者说我要怎么样去配合中央的 这样的一种教育发展的计划 而能够落实到原住民族教育法里面 所提到的一些要求 那好 这些是正面的 那但是从我的 就你刚刚所说的 其实我觉得 今天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族立法 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同时也是缺点 就是我们相当程度走在这个社会的前面 像原住民族基本法 就是一样我们走得太前面 这个后面行政部门 很多部门都在追赶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理念 那原住民族教育法同样也是 比如说我们谈到 我们有民族教育实质的设定 我们有民族教育课程的这样一种规划 我们也有其他的 其他的这种扩大的一些做法 可是这个其实必须要去思考到的是 我们的行政部门有没有办法来得及 去把这些规划出来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学校里面不外乎 学生跟老师两方的互动 那学生目前来讲 我们希望他主动学习 那老师呢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自我提升 那可是现阶段 我们这部法律里面所期待的 老师要能够具备的原住民族教育 跟多文化的素养这件事情 其实在现在的私赔端其实不够的 我们现在是用法律来要求 但是又要怎么做到 对 所以我们用现在的私资 或者是现职的老师 现职的老师 我们能不能够去搭配一个机制 让他能够 我们用一种调讯的方式 或者是回流的方式 你赶快针对原住民族教育法 你需要的部分 我给你赶快充实 那因为我们会发现 其实原住民族教育法相当程度 在课程的部分 有跟我们12年国民族教育的课纲 去做接轨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制度面 政策面 法令面都有了 现在最大的关键是谁 实资 好 非常谢谢阿威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刚才从几位来宾的 这个分享里面可以知道说 接下来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 这个立法已经通过 接下来修法也完成 接下来是行政部门 怎么样能够追赶得上 以及在不同的部会之间 有没有办法协调 中央跟地方之间 又能不能够衔接起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回到现场 来做我们的讨论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部落大小生的节目现场 我们刚才提到说 原教法修法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要面对就是 行政部门跟这个法律的步调 是否能够一致 以及这个部会之间的协调 和这个中央跟地方之间的 衔接的议题 我想先请教一下司长 刚才阿威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在原教法的第七条里面 有提到说要有这个 援助民族教育政策会 那我知道教育部现在也有一个 援助民族教育政策会 这个是同一个政策会吗 还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 教育部目前的教育政策会 是由教育部自己主持的 那当然我们的邀请原民会 跟相关的学者专家 来一起来组成 但是未来的 那现在其实在原民会 他们也有一个叫 民族教育审议会 他们这个是两个委员会 是不同的 但是其实讨论的事项 是有一些重叠 所以我们因为基于这样的元素 也认为说 未来在原教法实施以后 其实教育部跟原民会 还有甚至其他相关部会 应该要有更多合作的 一个横向合作的机制 所以在这个修法里面 我们就设计了 要成立一个叫做教育政策会 教育政策会 未来会是由教育部跟原民会 共同来召集 那它有审议的事件 有几个重要的事项 第一个事项 就是确立原住民族的教育体系 就是说目前除了原教法也外 未来我们还有一个 原住民族学校法 那整个的体系 整个双轨怎么去实施 怎么去衔接 怎么去运作 这个部分在这个政策会里面 都需要去做个讨论 那第二个就是 在我们法里面有明定 未来云民会 要有一个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 有个订定一个 五年的中长城计划 在这个政策会里面 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个讨论 第三个就是对于 我们刚刚那个 阿威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未来这个教育部 中央要订定一个 原住民族的发展计划 然后让地方来订定一个 他们的一个教育方案 那这个部分整个发展计划 怎么去推动 这个有些政策会要尚未来决定 那其他有关于跨部会的事项 还有包括一些重要事项 包括我们现在很关心的议题 就是说我们对原住民族 科学人才的培育 这个是最近大家很关心的议题 还包括说 对于原住民族高等人才 这个拔尖的人才计划 未来应该有一个 完整的计划来推动 这个部分都会在我们未来的 教育政策会里面做讨论 所以看起来这个政策会是 会决定很多跟原住民教育 重大的方针 然后它是原民会跟教育部 一起共同来主持 那么我们连续了上一个阶段的讨论 各位来宾也都分享了 他们对于原教法修法内容的见解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 我们要再把这一次 原教法内容变动的细节 为各位观众朋友来做分析介绍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部落特派员格伦 谢谢主持人 针对这一次原教法修法的 五大修法重点 我们来进一步综合了解 有哪些突破性的做法 首先在扩大原住民族教育对象上面 新版的原教法要求 未来不只是学生有机会 学习原住民族语言文化 教职员工也需要接受多元文化 跟原住民族教育专业的成长课程 同时政府机关 公营失业 以及国家捐助达一定比例的财团法人 都应规划原住民族教育的 教育训练内容 再来这次修法也强化了 全责机关之间的协调 还有统合机制 包括成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会 统合教育部跟原民会两个部会的效能 再透过中央跟地方协调会 促使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的计划方案 中央地方可以连城一气 避免多头马车的情形 在第42条也新增了规定 教育部国家教育研究院 下设的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将作为原住民族教育相关研究之规划 及执行单位 系统性的推动原住民族教育的研究 针对地方教育行政 也新增了所有地方政府 应设置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 那在直辖市或者是原住民族地区的县市 则应该要设置原住民族教育审议会 这个审议会 这个成员至少一半以上 必须具备原住民身份 另外地方教育局处 也必须指定专责单位 或者是这个专人来办理原教事务 在促进原住民族参与的部分 我们看到部落不仅可以接受委托 办理原住民族教育 也可以参与规划 课程研发 以及选编教材事务 另外就是 借由地方政府辅导 也可以成立推广原住民族教育的机构 新版原教法也正式的启动了民族教育教师的培育机制 民族教育将正式成为国家认证教师资格的专业项目之一 特别的是新法也要求公费失智的族语专长 要跟他服务的学校 这个需求是相符合的 而且公费失赔生在毕业以前 必须获得中高级以上的原住民族语认证 新法也强调了发展以民族知识体系为本的课程与学校制度 除了强化原住民族传统知识体系的发展之外 也鼓励了学校使用族语以及文化回应式教学 民族教育课程应依照各族群各部落的文化特性来量身打造 订定原住民族学校专法来进一步达成 原住民族教育体系的完整建构与多元发展的目标 那值得注意的是在1070学年度也是去年开始 全台湾也经有28所学校 推动了学校形态的民族实验教育 这次原教法的修法也纳入民族实验教育的规范 另外我们知道在今年就要实施的108课纲当中 也确保了原住民学生学习族语 接触族群文化的权利 平行认论经过这次修订 新版的原教法在各个层面上 回应了各界对原住民族教育的众多期待 不过对于把原住民族教育 持续区分为一般教育跟民族教育 是否能够翻转过去民族教育 往往处于主流教育体系边陀与附庸地位 而跳脱了主流体系的框架之后 又要如何在原住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中 进行有民族思维的权人教育呢 把时间交往给主持人跟现场来宾 继续一起来讨论这个议题 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在这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也特别请到了 屏东县政府原住民族处的处长 伍立华在线上 我们用这个电话call out的方式 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对于这个原教法修法的看法 那么伍县长 伍处长您在线上了吗 我在线上 伍处长您好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这个您长期是投入在 我们的这个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的第一线 那也在这个地方 从事这个行政的工作 从地方的观点 地方的这个角度来看 对于这一次修法 你给予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谢谢大卫老师 就诚如刚才各位来宾所说的 我觉得这一次的 原住民族教育法的大修法 其实真的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最主要是说 他已经明定 可以让我们各个原住民族 拿回我们的教育自主权 他等于是说 开凿了一条 通往我们一直在强调 主体的这个通道 那让我们的教育呢 可以不再依附主流文化 让我们可以开始自己办教育 那落实自己的教育自觉 然后未来才谈到我们的一个 原住民自治的可能 不过我想 我即便是非常肯定 这次的修法 我想趁这个机会 也是要去回应 刚才各位所说的 就是我们常说 图法不能以自行 就是我们有再完备的法律制度 如果没有这种坚定实践的决心 我想可能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想要达到的那样的一个境地 为什么我这样说 我刚刚有看那个Glund 他做的一个整理 其实他说的没有错 过去我们在做民族教育的时候 在民国90年 就是2001年的9年一贯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一个空间 就是弹性学习结束 我们再谈校本课程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大刀阔谱的 去做一个所谓的民族教育 那现在我们也很开心 看到很多的学校 也开始在做这一块 那毕竟是已经将近要20年的时间 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原来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在1998年制定以来 那他其实也开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空间 那包括一直到现在 108新课纲里面刚刚也有提到 其实原住民重点学校 他也可以就他自己语言跟文化的需要 他不见得一定要去加入 所谓的实验民族小学 他也可以做一个很大弹性的开放 所以基本上 我还是要非常肯定这次的修法 因为就法律位阶来看 过去的九年关课程也好 或者现在108新课纲也好 毕竟他在法律的位阶 其实并不是那么高的 但是透过这次这样的一个明定的法令 我觉得更可以去告诉 我们很多的原住民重点学校 可以真的是大刀阔斧的 要有一个坚定的实践的决心 因为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毛利人 我们很羡慕 他们其实是透过自己多少年来 自己办教育 办学校 然后争取到他们的教育部 一直到1989年的那个很有名的教育法 他们是入他们的教育法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不论是这个1998年 我们的原教法 它其实是一种另立专法 那甚至是像我们现在原教法里头 虽然呢有开了一个伏笔空间给我们的原住民族学校法 但是它也是等同专法 所以其实我是要很鼓励肯定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法一直有在回应我们民间的一个需求 但是我们原住民族自己 我们原住民族重点学校自己 我们一定也要有一个坚定的实践的决心 把我们的教育主权拿回来 那另外一个部分 刚才有提到那个二元法 在这一次的原住民族教育法里面 其实并没有被处理到 那我其实也要想透过这个地方 也要去呼吁 因为一直以来 长久以来 我们都知道也在呼吁一件事情 我们不可能去透过一些单一的课程 例如像现在我们的族语 本土语的课程 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现在都有民族教育的课程 我们就想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自己的真 让他们真正的有自信 我们都知道不可能透过这样的单一课程 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有真正的去处理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不去面对 这个所谓的一般教育 或者是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 这样一个完整的课程概念的时候 我们永远会落入在我们的课程 主流课程里面 只是浅薄化 零碎化 边缘化 我们其实我们一直在谈 我们要拿回属于自己的课程 还给孩子一套属于他的课程 我们其实就真的要去面对所谓的一般教育 民族教育跟我们的原住民族教育这个问题 那我这个部分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再努力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刚才也提到 其实我们在做课程最艰难的部分 其实是知识系统的一个建构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程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我们的原住民族各族的知识系统 去建构起来的时候 要去谈课程 要去谈教材 要去谈我们的师资培育 其实它都还有一段距离 那我们未来如果能够真的有所谓的原住民族学校法 那未来留在我们一般教育部系统的这些原住民学校 我们已经有原住民族教育法 我们去扩大我们的实施对象 我们也可以去创造我们的课程 但是未来如果有原住民族学校法之后 我们真的非常希望 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学校 从它的课程到它的师资 真的是可以确保使用族群的语言 真的能够培育出真正属于我们部落的孩子 让我们的语言跟文化真的能够传承下去 那这个是我觉得未来 我们也要一起努力的地方 是 非常谢谢吴处长 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您提供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些讯息 谢谢处长 谢谢大家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有一位观众朋友 从台北 他是布农族 从台北扣印进来 他的名字叫做该鼠 我们欢迎该鼠 该鼠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说 开始了 是 好 请说 你好 请说 好 好 就是我觉得那个原住民族教育法这块 早期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是因为那个 有 好 就是早期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啊 是因为这个法之后也会影响到一个那个原住民族大学的成立 然后以及相关的原住民族的族语师之培训 但是后来 蛮很新的这些以及会重叠到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那个实验小学 实验学校的事情 那重叠的部分 就是因为整体现在来看的话变成 我们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似乎好像只是喜欢把我们自己原住民 框在一个框架里面 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原住民自己在自嗨 那这些原住民族教育 原住民族的文化语言 是不是不应该只有我们原住民族群 现在至少有16个被国家承认的吗 应该不应该只有我们这16个族群 去学习去传承去 去怎样什么的 应该要让这个 非常谢谢该属的这个意见 他刚才有提到说不是只有16个族群应该学习 不过我们这一次的修法其实就是在回应这个议题啦 但是该属刚才有提到一个 也蛮重要的就是说我想大概也蛮多观众会想要问 就是说那之前也有听到说在谈这个原住民族大学啊 那我们原住民族大学要不要在原住民族教育法里面规范 看起来好像没有 那他会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等一下也请两位来做一下说明 不过在这边我想要先请教一下我们刘处长 就是说因为刚才武处长有提到 就是说土法不足以置信 意思就是说以前好像我们的这个教育法里面 也有一些空间可以让地方的学校来做这些 这个原住民族教育的事情 可是也不一定大家都有做 那是不是有除了那个法律之外 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或者是一些难题 从原民会的立场是否有认识到这些难题 我觉得原住民教育其实很重要一点 试试看地方政府有没有权力支持 像武校长在屏东 屏东县政府权力支持就做得有声有色 但是有些地方也许说涉及到地方首长 他施政的重点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 使得在地有新药丛云原住民教育者 他有点力不从心 是 我想请教一下中委员 因为刚才处长的谈话里面 隐隐约约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这个学校要不要这么做 或者甚至说我们家长支不支持 那这里面有一种担心我是知道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学生都来上这个原住民文化 会不会排挤到他学习这个 因为刚才讲说把一般教育 跟民族教育切开来的意思 就是说一般教育就学数学物理化学 民族教育就学语言唱歌跳舞 会不会他就排挤了他这个现代知识的学习 那您在屏东县也当过副县长 屏东县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 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给大家做分享 其实我们过去的受教育经验 太习惯是由国家来提供教育 不要忘了过去我们人民的教育是自我学习 自己开师赎 自己找老师 对不对 但是自从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国家建立起来之后 我们连家长学生都说要受教育交到政府办的学校 那我举例来讲教育就跟吃饭一样 那有规定说我吃饭一定要到国家开的公办的餐厅去吃饭吗 公办的餐厅厨师是政府训练出来的 菜单是统一规定的 每天三餐都在那里吃 那你说那我可不可以在家里自己吃饭 可以 好那我就要说了 其实如果你没办法教育想得太复杂 教育权就跟你的饮食的目的一样 饮食是为什么 为了填饱肚子 为了让你身体可以成长 教育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过去我们想像我们的国民学校 我们所受的国民教育就像 你就想像 政府在全国开了各式各样的国民餐厅 每个学生要受教育都要到国民餐厅 每个人要吃饭到国民餐厅去 但是到国民餐厅的学生 顾客口味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简单讲 就是餐厅有国民餐厅 也有原民餐厅 不再只有一种国民餐厅可以选择 如果我家的孩子想要换换不同的口味 我也可以找到一个全部都是 以原住民文化为内容的餐厅来用餐 当然你到国民餐厅去 你也可以点原民风味餐 但是过去我们的原住民族教育的概念 就像我们在国民餐厅里面 原住民学生可以点白饭之外 可以配几个什么 配几个原民风味餐的菜色而已 但是以刚刚那个武处长的说法说 那到底我们自己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我可不可以决定我要填饱我的肚子的内容是什么 那这就是民族餐厅的概念了 就用原民会我们开个原民餐厅 但是家长还是要问 毕竟教育的目的 你不见得说我是原住民 我就一定要吃原住民风味餐 我想换换不同口味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 家长有选择权 原住民族有自主权 原住民族作为一个族群的主体 他有权利说国家 你不能只有给我开国民餐厅 只能规定那种菜色 我原住民族可以开自己的原民餐厅 有自己的菜色 全部我来调配 但是重点要什么 吃得饱 吃得营养 但是学生家长可以选择什么 我可以到 我有选择权 我可以到传统的国民餐厅去用餐 但是我可以在里面点原民风味餐 我也可以全部都是到我们原民会 我们自己开的民族餐厅 我们都是全套的民族套餐 都可以 但是目的只有一个 以你的能够填饱 能够培养体力 所以家长不用担心孩子的竞争力 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 要到民族餐厅去 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 那你就到民族餐厅 如果你觉得国民餐厅就不错 只是偶尔有点吃到原民风味餐 就够了 那也是你的选择 所以我是觉得 教育的自主权 跟家长学生的选择权 是并存的 所以委员刚才讲说 那个填饱肚子的这个比喻 就是填饱肚子好像是说 那个知识的内涵 可是我是要用这个 比如说用山坡地来学山脚函数 用河里面的这个抓鱼抓虾 来学流体力学 这也是一种学习这个 科学知识的方式 这就是民族本位课程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组长 这个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力量 来发展这样的课程 我们教育部有多少的资源 或多少的措施是来支持 这样子的民族本位课程的发展 好我想就以目前他们在 实验学校的做法 28个学校里头 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 在台中博物嘛 其实他们在比喻校长 他也常常提到 他一份数据 就是即使他做的是达亚的实验学校 的文化为主的一个知识系 来做规划 但是他们在学科能力上 他是都高于 尤其在英文跟数学 都高于全国的平均 在TASA的测试里头 那我们也看到 也就是说做实验学校 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学科 我想这是一个 也让家长能够支持肯定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在课程的规划 我们很高兴就是 原教法修法之后 刚好搭配着 108学年度12年 国民基本教育课纲的推动 这两个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做了一些事情 就像刚刚中委员提到的 课程和实质 是两个重要的关键 那课程部分 我想我们在课推里头 也有一个计划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 原住民族语的课纲 这个课纲本身 本来就有1到9阶的课程的教材内容 那现在在原住民重点学校 高中阶段 他必须选择6学分的一个主语 我们最近也开始在推动 10到12阶的教材 也让我们的高中学生 要选读的时候有一个依据 再来就是有关于 我们的课程的 那个师资的培训这一块 那我们对于 主语老师的教育专职 也就是让他变成月薪 领月薪 这个方式可以能够提升 我们老师的水准 还有包括他的稳定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我们也推动 所以对于主语教学这一块 我相信在108学年度 我们会有163位的专职老师的 打算这样才来征聘 我想对于主语的稳定 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再来在课程的推动 其实我们也开始在 有关于针对扩大 民族教育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也请学者 再开始开发一份叫做 原住民族基础文化与语言的 一个课程内容 我想把它转成教案 可以来对所有的老师 一般的老师 都能够来做一个 基本的培训之后 我相信这样的教材教案 可以让他们在相关的 议题融入的课程里头 能够来使用 是 非常谢谢我们蔡组长 那么我们有一位 从台北call in进来的谢先生 我们来请谢先生 来发表您的看法 谢先生您好 你好 谢谢 请说 我想请问那个 原住民各族群 他的语言差异有多大 是有没有相同的地方部分 还是各族群的语言 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像跟南岛语系 印尼或马来西亚 费力宾一些的族语 很像有些部分是可以通用的 然后语言翻译机 然后对各族群语言的翻译 是不是可以相互翻译 这样就是比较另外一种选择 谢谢 好 非常谢谢谢先生 基本上就是 台湾原住民族 是使用这个所谓的 语言学说的这个南岛语 那南岛语的分布很广 包含您刚才所提到说在这个东南亚的地区 那所以里面有一些智慧确实是相通的 包含一些蜀术或者是比较古老的 譬如说是这个 一些特别的植物啊动物啊等等 那确实是同样的智慧 那有一些文法上也会有一些相近的地方 那所以确实是 我记得中文人也提过 就是说原住民族的语言不只是原住民本身 它其实是丰富整个台湾的文化内涵 甚至作为我们跟整个南岛太平洋地区 衔接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是 是没有错 我是觉得其实的确 刚刚武处长提到毛利人 提到毛利学校 在纽西兰毛利的族群分布 它就单一语言单一种族 但在台湾呢我们何其有幸 但是呢如果从教育的角度上来 你也何其不幸 我们那么多的不同的族群语言 那你要从学校里面 如果是泰雅族的老师 要教排湾族的学生 你用什么语言呢 所以的确我在这里呢 还是要强调一下 避免大家认为我们立法是好高勿远 我是觉得目前的原住民族教育法当中 它所要规范的就是 现在一般的国民学校 在国民学校当中 你原住民的教育 你的老师师资 其实大概还是以国语的架构来思考 那顶多我们就是说的 学校本位课程 或者是民族本位课程 那我是觉得补充 刚刚关教师说的一说法就是 为什么刚刚组长提到了说 采用了民族本位课程之后 学生的表现会更好 是因为的确文化的差异 造成举例来讲好了 如果我是台湾的小孩 我到美国去 那我没有那样的环境和文化背景 我要用他们的语言 用他们的逻辑思维 去学习课程一定有障碍 那过去你可以想象 原住民的孩子 就像我说的那个X学校 电影里面有个Xmen 对不对 他们是有不同天赋 不同才能的小孩 他在一般的学校里面 他反而会被压抑 但是如果你针对他的特性 让他熟悉的方式去教导他 他的潜力就可以发挥 那第二个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谈民族学校 那他一定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必须切合 该族群分布的地区 去建构这个学校 也就是说在布农族为主的地区 你可能成立的民族学校 就是以布农族族语 布农族的老师 来叫布农族的学生 在我们屏东 排文族的老师 叫排文族的学生就很正常 所以民族学校不是一个 现在一次就全部到位的 目前我们还是希望说 在国民教育当中 先去充实丰富 在国民餐厅当中 我们先让民族风味餐 原民风味餐 可以普遍的让大家都享受得到 但是未来怎么去开发这个菜单 怎么去封物这个厨师的能力 未来是不是有专门针对的 排文族的风味餐 卢凯族的风味餐 那是一步一步的去建立 我是觉得大家不用操之过急 也不用太担心 谢谢委员 所以委员刚才讲很重要 就是说把自己的文化的本位学好 它能够延伸出去 更好的学习效果 那么我们这一阶段的讨论 非常精彩 我们先让各位来宾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继续我们的讨论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我们有一位来自南投的泰雅族 林先生call in进来 我们要请林先生来发表您的意见 林先生你好 您好请说请说 我希望我们原住民教育理念 更要强化我们自己 不然 不然我们的文化会流失的快 好非常谢谢您的意见 虽然很简短 大家讲的就是说那个文化主体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师长 就刚才有几个 我们一直重复讨论 然后call in进来 朋友也关心了议题 其中一个就是原住民知识体系 原住民知识的体系 说起来很简单 法律要定写这几个字很容易 真正要把它建构起来 其实是很困难 那我知道这里面可能 教育部跟原民会各有一些分工 那个对于建构原住民知识体系的分工 两边的关系会是什么 依照原教法目前的规范 原住民知识体系是由原民会来定定 但是因为它涉及的部会 除了教育部以外 还有文化还有科技部 当然可能还未来可能在发展过程当中 可能还有其他部会 就是这几个部会会共同来参与 那我们是规 我们在法里面是明定说 原住民知识体系是要订定一个五年计划 然后再去做滚动的修正 是 处长 那会里面应该 其实就我了解 会里面其实也一直有 跟原住民知识相关的一些研究 或是推动的工作 可以趁这个机会 跟我们族人朋友说明一下吗 是的 谢谢 其实从整个来说的话 其实原住民本身过去 他没有他的书写习惯 所以他所有的知识流传下来 可能透过乐舞 透过口传 透过语言传承下来 那过去呢 不仅是在学术上有很多研究 其实在实务上 在教育界 他在开发他民族教育课程的时候 其实他也采集当地的民族知识 作为课程的一环 那刚刚在上节目前 这个教育部的师长也看过我说 那原住民教育课程内容是什么 大家觉得开发非常困难 然后他的开发困难 因为他说开发课程问其他人 每个人觉得这好像不大一样 那归征久底而言的话 其实过去的民族教育课程 是每个学校开发的 他采集的知识来源 是他自己的部落 所以A部落采集的课程 也许到B部落去 桃银子租金 他会说那可能不是认为他的 所以说我在构想 未来原住民的知识体系 应该是就现在已经有了材料 我其实我要先把共同的部分 先找出来 那这一部分先建构 我的原住民知识的核心内容 因为这一部分其实是 应该大家都会认同 比较没有差异的 然后这个应该要做 将来师之培育的主要的 主要的内涵之一 那是我师之培育 他的内涵之一 接下来就是我师之培育 还要叫他做后续的方法论 我要告诉他之后 有关部落个别的部分的话 是应该到学校那边 在帮部落建构 我想说透过这样的方式 应该会比较有系统来建立 是 非常谢谢处长 就我个人的浅见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是过去原民会经营很久 就是部落大学 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 熟悉了解部落的在地知识的人 其实在部落大学里面 他们可能没有一般的 这个所谓正规教育的 师资的这个资格 但是他们其实是知识丰富 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阿威 因为刚才我们原民会跟教育部 都有提到说那个在地参与的部分 可以跟我们的族人朋友 再说明一下 到底现在的这个新的版本 的原教法里面 有什么样的具体的 在地参与的机制 我想我很快的跟大家 说明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次的这个全文里面 有相当多 其实都是由我们族人 可以来去参与原住民族教育的办理 比如说12条 在高中以下的民族教育的办理 的过程里面 你就应该要去做咨询 不管是部落也好 传统组织也好 那在22条里面 其实是可以委托给部落去办理 这个原住民族教育 那在实际学校的运作上 在30条的部分 其实已经规范 课发会的组成 其实要有原住民族的参与 所以学校有关于课程的发展 教材的选择 其实是学校教学的重点 所以课发会有部落族人的参与 其实是有相当程度可以去影响到 这个学校 不管是本位课程的发展 或者是校本课程的发展 其实都会有影响力 那在往外推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39条 有这个推广教育的办理 40条有家庭教育的实施 这些其实都跟我们族人的生活 跟直接参与有相当重要的关联性 那41条也提到了 民族教育的研究 实施评鉴 其实都可以有部落的团体 来去协助我们行政部门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所以相当程度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空间 是 我等一下想要请委员 从这个立法部门的角度 来说一下您的见解 但是我想要先请问一下阿威 所以国教院的这一个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的角色是什么 我想观众朋友可能也很好奇 其实在这个条文里面其实写得很清楚 我们其实是在一个 以国家的角度 那其实这个国家其实当然就不只是教育部 它就是整体的 原民会也好 教育部也好 只要是跟原住民族教有关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上 我们希望能够去做一个引导的角色 引领的角色 那当然是一个比较属于上位政策的一个规划 因此其实我们配合这次的原教法的修正 在现阶段我们大概规划了几个面向 第一个我很快地说明 第一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重点学校 跟它相对应的配套在这个法里面已经有了规划 但是我们已经要去预设五年后 甚至三年后 现在的重点学校的调整 跟它的师资的配置 有没有需要再做精进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想要去参考偏乡 学校分级的规划 我们想要去发展一套原住民重点学校的一个分级 或者是不同的属性的一个规划 那在我们相当程度关心这个民族教育课程的一个实施 但是其实我知道刚刚我们组长也提到 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工作在执行 那我们希望能够去聚焦在原住民族知识课程 跟文化活动的一个规划上 所以我们已经规划了大概三年起 先去协助现有的学校怎么样实施 继终成去做一个评估 最后我们可以发展出一套 可以提供给所有学校实施的教学模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大家都非常关心 我们如果教太多的这个课程 在原住民族教育里面 那我们的学历 学历的发展会不会有影响 力量的力 力量的力 所以我们在国教委里面 我们的测评中心 其实已经开始在规划一个十年起的 我们会去规划原住民族学生的学历发展 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特别是中文有提到 文化资本的充实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学历发展的评估上 我们特别会去注重心理发展的层面 也就是学历跟心理两个结合以下 两个结合去评估发展出一套 一个建制原住民族知识的测验评浪工具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现有的能量跟人力 我们目前是初步规划这三个面向 那希望能够协助这个法律 甚至未来的原住民族学校法 能够更容易的接轨 所以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 也透过一些这种教育评鉴的方式 去证明说有一个文化回应式的学习 它其实是能够让它的学习效果更好的 但是我想再请问一个问题 刚才已经提到说 原民会跟教育部有一个 这个政策会这样的共同的平台了 那这个中心跟这个平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原则上我们是属于部署的这个机构 所以其实不管是在整个 政策会的这个参与上 或者说我们在整个资讯的取得上 一定有一个那个平台 所以在政策会所规划的事情 或者需要去一起共同参与的事情 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沟通的平台 了解 我想请教中委员 刚才我们提到说原住民 知识体系的建构 其实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那从您的这个角度 或您的经验来看 怎么样来推动这个事情 其实谈到知识体系 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事情 其实没那么难 那当我们谈原住民族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讲它的主语 再来谈到它的文化 但是我们对原住民族文化的理解 好像都是传统的 都跟不上现代的感觉 但事实上每个民族 有它自己独特的知识系统 那像以华人来讲好了 华人的知识系统 也跟我们现在西方科学 也不完全一样 但是在华人的知识系统当中 它也有数学的概念 它也有天文地理的概念 只是说你如何的用 你本身的这个知识体系来表达 来传授 换言之你要学西方的哲学 你可以用中文学 那过去呢 陈如主持人刚刚所说到的 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族 过去缺乏一个书写系统 感觉上它有语言 它有文化 但是呢知识系统呢 没有办法透过书写系统 来传承来架构 来系统化 很难传承 但是我是觉得 那个倒不用担心 反而是我是觉得 为了看那一个希望是什么 刚刚阿卫老师他提到是说 就是到底现在在传承原住民文化过程 我们发现现有的师资 你会发现我举例来讲 在我过去服务的屏东县 我们的幼儿园 幼教师大部分都是平地老师 因为幼教系幼教师啊 过去原住民青年比较少考上 可是呢我们在幼儿的 幼儿教育当中 我们有原教保园 你会发现原教保园 大概都是在学历上 或他不是师资培育出来的 可是他语言也通 文化也了解 原住民部落的孩子 但是跟着原教保园 去了解自己本身的文化的传承 是更容易的 可是问题是这个原教保园 他过去没有经过正式的师赔 可是某个人也幸运的 他没有接受正式的师赔 所以他还有能力去负载 他族群文化的传承 反而是很多原住民青年 进入了我们现有的师赔之后 他学习了以华人文化为主体的 知识架构之后 他失去了对自己文化传承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所担忧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 原住民族教育法就很重要 他有两个重要事要做 第一个要做课程发展 刚刚讲了很多了 第二要做师资培育 那重要的呢 他必须要能够去完成师资检定 那这个师资检定 未来对于原民会 就是很大的考验 因为民族就要由原民会来掌理 可是过去原民会本身 他的机关属性 他并没有教育专业的人力为主 所以未来在师资检定的部分 除了教育部之外 原民会有没有办法发展 自己民族教育的师资检定的标准 那他要怎么去建构 基生蛋诞生机 那请问谁来制定 这个原住民民族教师的师资检定 是民族教师吗 没有啊 一开始没有民族教师啊 可是反而原住民的知识体系 现在散落在这些起劳 足语教师 你如果从他身上 取得了原住民的 这样的一个师资的课程内容 然后去建立这样的 师资检定的标准 那这就是一个 我也不得不要说的说 其实呢 还有其他的法律的资源可以援引 我们在106年的时候 我们通过了一个 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 那当时呢发展的地区 包括离岛 包括偏乡 包括原乡 在这过程当中 里面已经明定了 中央教育主管机关 要支持地方政府 对于现有的 包括代理教师 包括他还没有正式教师资格的教师 应该让他到大学的 师资培育中心 去完成充实 他的教育专业能力 好了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那么请问 现在我们这些资培机构 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有没有可能去就现有的 其劳 现有的族语教师 从他们身上取得原住民 课程核心 然后据以制定 越来师资的检定标准 然后呢 地方政府就可以怎样 我可以开原额啊 我们在担心 我要请原住民族教师 原额在哪里 很好 106年通过的偏向 就发展条例 教育部要支持 所以今位呢 也不用担心 原本也不用担心 要从1.9%来挪 很辛苦 现在都不太够用 未来如果我们地方政府 要开设办理族语教师 不是族语教师 民族教师的培训 钱哪里来 偏向教育发展条例 里面就有 所以呢 我是觉得说 原民会 或许跟我们的国教院 可以合作 赶快地对 我们的民族教育的课程内容 师资培育的一个架构 以及未来教师检定 赶快去发展出一套体系 自然的经费 地方政府跟中央 不只是协力 还有竞争 如果中央政府 动作比较慢 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 偏向教育发展条例 要求要有这样的师资培育 让现有的族语教师 让现有的资源教师 他现在只是缺乏一张教师证 他反而有能力去承载 原住民文化的传承 你让他接受 我们特殊的师培之后 会回应到我们部落 去对我们现有的 部落的孩子进行 当然原住民青年 也多了一条路 因为在目前的 31条原教法当中 规定了中央在师培机构 要开设一定的名额 给原住民族青年 来成为未来的民族教师 我觉得这个108年跟106年 两个法令加起来 我们民族教育大有可及 更重要的是 民族学校法要赶快的通过 非常谢谢委员 委员刚才指点了一条路 就是这个偏向教育发展条例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 这个经费的 这个支持的一个来源 我想请教一下蔡组长 刚才委员其实有提到 就是那个民族教师 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新的版本里面 新的原教法版本里面 有提到一个叫做 民族教育专长 那个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 再做一下说明一下 我想它有一定原额 要去聘一个民族教师 那这个民族教师 就刚刚回到 刚刚谈的师资培育过程中 可能要透过原民会 他们有一些相关的课程 包括在师资培育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这样的课程 透过这个课程试念出来的人 就是属于一种民族教师的概念 所以它是有一个专长 就好像它是有数学专长 社会科专长 但它的专长就是民族教育这样 好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是不是请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来宾针对我们今天这个 非常重要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的 修法这个议题 再提供您对于这个 目前修法的这个评价 然后它可以解决的问题 然后对原乡的一个未来发展的注意 以及我们未来还要再持续努力的方向 我们是不是先请蔡组长 好 我想先修定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其实是可以透过这一次108的12年 国民基本教育的课纲的推动 然后来让它落实 其中从族语的这个部分 可以让它更扩大和深化 同时另外在各领纲里头的各个 跟原住民族相关的知识 也可以来做开发 来做一个教案 让所有的孩子 所有台湾的孩子都能够来认识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是 谢谢组长 我们司长 好 我想原住民族教育法 从105年10月开始修订 到108年5月20日三读通过 大概超过两年半的时间 所以在5月20号通过的时候 其实我们非常的开心 但是只开心了半天 因为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 成如刚刚我们吴处长说的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可是也是一个真正工作的开始 我想不管对中央 地方 学校 甚至全民来讲 都是一个工作的开始 中央部会除了原民会以外 我想教育部有非常非常多的任务要做 当然我们也很期待说地方政府 我想过去常常在这次法 在里面有提到说 地方政府很多中央政策 到地方是比较难以去落实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 地方也能够跟中央一起携手合作 然后让这部法的一个美意 能够真正落实 是 非常谢谢我们市长 处长 好 其实这陈如黄市长讲的 这法通过之后 其实我们立即就开始在工作 在讨论说未来工作要怎么推动 的确是有很多新的项目 那我想一方面除了跟部会合作之外 我们更重要一个工作是跟部落合作 我们希望把部落的知识 能够尽量传输到我们知识系统里面来 成为我们民族教育课程的内涵的重要养分 好 非常谢谢处长 委员请 那我这里借用一个华人文化常用的太极 太极升两仪 两仪升四项 四项升八卦 目前原住民族教育法就是太极的一部分 但另外一半呢 原住民族学校法要赶快通过 因为我们这里面看到最缺的是什么 未来在原住民族教育法当中 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已经有依据了 未来的原住民族的原住民教师 民族教师的检定跟培育 这可能在原住民族教育法 没有办法放进去的情况之下 势必透过原住民族学校法来予以强化 所以再强调一次 如果以一个太极来形容 原住民族教育法的通过 是建构整个原住民教育的一半 另外一半要靠原住民族学校法 来继续强化我们对师资培育 跟整个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 来透过这个学校法的通过之后 来办法补强 那至于相关的经费 我刚刚强调了 我们也可以从之前的 偏向教育法等条例当中 去借助它的一个提供的这个法条 可以去援引中央跟地方 要来共同出资 我又很快追问一下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原住民学校法 目前对于这个原住民学校法 里面的这个架构 有没有一些初步的构想 这个我想让阿威老师来讲 因为他目前整个潮案的研究基础 在他们那里 那我们要来请教一下阿威了 我刚才其实还有那个 有个问题也要请阿威来帮 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下解说 因为刚才有位观众说到说 原住民族大学 那怎么没有在这个 教育法里面看到 原住民族大学的 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范等等 这是不是也请您来说明一下 刚才委员提到说 原住民族教育法 未来有哪一些要去 在这个法里面去规范的事情 目前初步的想象 我就用那种做结论的方式来说 那其实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 不管是 我们现在原住民族教育的发展 大概就是两鬼一起在并进 学校法跟教育法 那我们所期待的就是一个 宗旨就是原住民族教育自治 那其实在教育法这个部分 我们相当程度可以发现在 现有的学校教育里面 我们给了相当大的空间 让我们全体学生有机会去认识学习 跟理解原住民族历史语言文化价值观 那现在也变成说 在这样的一种框架底下 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进行的是 健全原住民族教育体系这件事情 那这缺什么 缺就是原住民族知识体系 所以相当程度我觉得 我们今天其实会必须要去 我自己的看法 教育部在整个学校教育发展 跟行政的系统上 在这步伐里面大概有了一个基础 其他的肉其实是原民会跟教育部 应该下一个阶段要去充实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关键 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肉的部分会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不管是 一般学校教育里面 去实施民族教育的课程 或者是在我们原住民重点学校里面 去发展比较专精的校本课程 课程的内容 对 这个课程内容 其实必须要回到 这个原民会里面去说 那但是现在其实另外一轨 就是原住民族学校 它是一个独立学制 那它在课程 还有就是它是一个独立学制 所以它相当程度的 会更翻转我们对于 教育的想象跟理解 但是这个会需要 更多的一个沟通跟共识 是 非常谢谢我们各位的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今天这一集 《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法》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来宾带来 非常丰富的资讯 请各位继续来关心 我们原住民族教育的议题 为我们原住民族社会的